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今天VIX指标大降 这降了很多 降了将近快两大点 来到23点17点 这个VIX下降到底代表什么意义 那是不是这个盘式要做方向性的改变 我们赶快来请教群里头新的林志斌分析师 斌斌哥你好 莫哈哥晚安 今天周全结算 今天结算好像算平稳了 今天算蛮清淡的吧 如果就从2月以来到现在 因为每一天其实都有点冰涛骇浪的感觉 直到今天看起来就比较属于收一个十字的情形 就变得比较没有太大的趋势方向出来 可能也就是要去压在下一周 也就是月全的结算的可能性比较大 已经大概将近算盘整偏弱 甚至有些大区间震荡 开始走落当近了一个月了 这个月之后会不会在最后的时候 突然来给你一个很强的趋势方向出来 这点投资朋友可能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非常有可能 这个部分 对对对 我觉得可能性质量得高的 月全结算会有一个大波动 对对对 而且波动幅度会超乎你的想象 如果你目前每一天大概三五百点的震荡 可能一瞬间就让你完全接不下手的这种感觉就出现了 好 就有点类似像去年的6月7月8月的时候 都是在结算的附近突然开始大幅度的跳升 然后大家就会什么 想追追不到 想空空不到的感觉 对 这就提醒大家一下 就下周三月全结算之前多空即将摊牌 我觉得机会是蛮高的 尤其是在从过完年到现在 其实每天每天的商家刷洗都会让人家有一种 到底现在是多还是空的这个 疑虑都一直出现 那要杀也其实杀的没有很干脆 虽然从就是那个就是228 因为有人在托盘 有人在背后托盘 对对对 就故意把它整个盘都拉住 这个东西到最后一定会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性的展现 那这个展现力度会非常的强 因为震荡幅度越大 盘整的就是趋势来临的可能性就会越强 而且这个真的可能如果是多 可能一万六千五一下就过 可能两天你回来看到什么 突然看到是一万七了 突然不要喷上去 对而且喷到你完全追不了 那如果是往下杀呢 可能一回头一万三了 这种你完全出乎意料的状况 一定会在接下来的一两个礼拜 这边就会决定要盘牌 因为市场在这段时间真的 讲实际的就是以操作方来讲 操作的难度真的是大幅度的增加的 因为每一天每天如果你持续去看 很难赚啊最近 对都会是上下引线 而且这个波动幅度很大 再加上美股 美股在今天还好 今天至少你看到的是小道跟小纳是同步的 都是同步上涨同步下跌的 我记得在前 昨天之前 其实有一天是小道涨了几乎快500点 结果小纳是达克什么 跌了300多点 然后最后一天又反过来 小纳涨了400多点 结果小道好像只涨了200多点 完全不合乎比例的这样的逻辑 这个就过去26年来 几乎是没有看见小道跟小纳是达克 呈现这么大的分歧的状况 就一个背离的情况 对对对 这个背离的情况是相当的严重 所以我们讲说美国股市现在是牛熊同体 对对对 既牛又熊 但到底是牛头还是熊头呢 大家就其实不会想说 想去猜测这个东西 所以你就是抓一个很简单 如果就台湾加权指数的话就怎样 就是反正以目前状况过16200 自己抓稳 跌破15600 自己也抓稳 这种就是可能一甩出去就飞了 对啊 那现在就是在甩轿的过程当中 那这个甩轿的方法其实还蛮剧烈的 会让大家呈现一个非常难受的状况 你会觉得说 我突然如果做个方向的多单 一瞬间就什么 好像亏损了几百点 那一瞬间呢 可能你不注意 他又回来到原点了 那一瞬间又赚了几百点 就是会这样甩荡的幅度非常的大 就被拔来拔去 对对对对 如果停舍手的紧的就一直被拔来拔去 就刚刚沐滑哥讲的这样的方式 所以操作难度其实确实是还蛮大的 那最近在今天来讲 也明显的发现了一件状况 因为如果大家有在观察过去的台子旗的盘式的话 每到就是到一个固定的价位的时候 都会突然出现拉抬 那种程式单的进单的方式 在什么样的固定价位讲一下 就是比如说 就是今天早一段行情突然开盘的时候 向上拉抬 比如说将近0.5%的时候 就会突然的有一个比较属于短线的 急拉的这种格式 这种方式都常都是程式单买到某一个价位的时候 触发程式单的买进 但是当今天来讲 这个情况就没有那么明确了 尤其是在昨天的盘局 美股还是一个慢慢向上拉的格局 早上就呈现向上杀 也没有很明显的出现什么 当天的盘式突然有这种急杀急拉的情形 有点类似 程式单有点被洗到受不了 甚至有一些部分的 之前相信程式单有一定开始放弃的 这么的感觉了 那以过去我的交易历史经验 很大的这种情形都代表了 接下来的行情 即将要出现表态 对对 而且表态会被他 我也蛮同意的 我也觉得最近的行情 有点暴风雨前的宁静 因为量说 基本上你就觉得好像平安无事 波动变小事实上他只是准备要变的前兆 那自己说往上变往下变我也不知道了 我也没水晶球我也不预估了 如果你是趋势性交易人的话 往上你就追嘛 往下你就杀嘛 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很简单嘛 你也不用去预设立场嘛 是不是 那你齐全本来就是趋势性交易嘛 对对对 本来齐全就是做顺势 最近为什么程式单大家都赔钱 因为程式单他就是做趋势啊 趋势下程程式单才会赚钱 如果像这种盘式 程式单就被洗来洗去 被趴来趴去 都在亏啊 对对对 每一天每天都是这样 这个东西就是 你知道你的东西在做什么样的交易 在赚什么样的钱 那在他还没来之前 你本来就应该做一些 比如说你之前在做的封控设定的时候 那你只要设定好 他还没到就不要动他嘛 所以我们也不要去预设方向 免得给我们这个听众朋友 大家有一个错误的预期 好那现在以月全来讲呢 这个最大位平仓的情况如何呢 如果以月全来讲 因为其实其实我们过去在讲 说所谓的最大位平仓的位置的话 就我觉得啦 就是在之前在2月6号之后 这一个月全最大位置的效益 其实有一点点变低了 就没有那么的明确的状况 说他一定是要在多少多少 才有所谓的支撑压力的状况 所以也就这个情况 也造成了大家最近在抓所谓的支撑压力 比较没有办法那么的明确 这个因为讲实际的这个数据 我已经有一阵子没有特别去观察它的变化 因为其量都其实明显的不多 不过我看到数据跟你刚刚讲的很像 以月全来讲 最大的put的位平仓是在一万五千六百点 对对对对 大概有先五千 现在有一万一千五百八九口 然后扣的最大位平仓是在一万六千四百点 有一万三千点一万三千多口 所以等于说你刚刚讲的区间差不多 你刚刚讲区间上档一万六千两百点 如果喷上去的话就追 对对对对 杀破一万五千六的话 那就game over 对对对 就等于是往空方去做发展的机会 其实因为这刚好是从技术 因为我刚才是从技术面直接做观察 刚好这两个价位是从 就是所谓的就是二二八年假之前 的那一根长AK下杀之后 整个的横盘趋势 而且这趋势每一天都非常剧烈 所以这个位置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关键点位 只是因为目前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那种OI的量 月全的OI 因为我看到每天看到这种量 其实我都想相当怀念以前的月全的量 你知道吗 因为月全量动辄以前在这个OI 都大致上都是至少要三万口四万口 甚至我有看过 现在就没有人敢做选择权了 对对对对 就是类似这样的 对对 但是因为以前那种就是十万口OI的 你知道那个就是标准的铁板区 你知道吗 对啊 那还得了 对啊 那个被突破的话 那倒装还得了 对对对对 所以基本上来讲 那种量都会非常大 就比较难突破 但是你目前来看都是一万口OI的 这样的情形的话 它的效力就没有真的强到 反而是它是一个可被狙击的点 你知道吗 因为当你只有一万多口被一穿破 这些一万多口是不是得倒装 它就呈现了 呈现了一个什么 反向的助力 去推波住了那个空方或那个多方 对啊 这又变成这种模式啊 因为当你人多 人多站在一起 至少被穿破的机会比较少啊 但是当你的人那么少的时候 是不是就有可能 它一穿破就是反向了 好 海外期货最近在看什么 海外期货目前在看 我们主要 比较热门的可能还多在 主要是注重在原油身上吧 原油还有美元指数 因为最近起来的话 因为原油毕竟 大家可能不管是OPEC或OPEC Plus 他们的一些减产政策 还有就是 其实大家对于疫情的 一些缓解因素 所以造成油价一路不断的 往上做一个攀升 目前已经来到 大概65美元以上的价位了 所以这个油价 其实接下来 如果真的开始 真的开始注射疫苗之后 其实大家都有可能 开始恢复了一些旅游啊 或者一些就是航空运游游的时候 它又有可能会有 另外一波的涨势做得出来 尤其是目前市场上的 现浮游资金那么多的时候 它会往有利的方向 有利的就是商品去做发展的话 我认为原油接下来 还是有相当的机会的啦 这个部分的话 大家可以去做一个参考 原油还有机会涨 我觉得目前来讲的话 还是蛮有可能的 因为其实 大家目前只是在预期 就是接下来的 就是可能任何的交通口 还是逐步的回复的一个状况 然后如果真正开始实行的时候 其实还会有一些 有一些用油需求产生 因为目前说真的 在航空的一个发展的 发展的部分都还没有很明显的开始执行 大家还是在实行泡泡区而已 台湾去年 出境旅客衰退数 高达75% 对啊 我看到那个统计数据 真的是觉得 全部都被关在台湾就对了 对对对对 全部被关在台湾 所以国内旅游很发达 但是但是就是变成 如果当一解禁的时候 只能去泡泡 只能去帛琉 帛琉要8万块 你要去吗 帛琉 这个应该不会 可是可是 这个已经会逐步的开放的 好 对对对 8万块的帛琉了 非常谢谢冰冰哥